走遍中国300个层次的侧坡旅行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河南郑州 这一条铁路是连接北京和广州的京广铁路 距离这里直线距离约300米左右的位置就是龙海铁路 两条铁路大动脉 一个贯穿东西 一个连接南北 但是和龙海铁路相比 我感觉京广铁路的火车还是少了点 对面的龙海铁路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 京广铁路却没什么动静 这一列好不容易等待的火车 是从北京西到贵阳的快507次列车 这趟车正点到达郑州的时间应该是15点57分 现在才15点41分 从这儿到近站预计还需要三分钟 算下来这车还早点13分钟 但是呢 它早到并不会早发车 它还是要等到16点18分才会发车 现在来了一列泪燃机车 轰隆隆的老远就听见了 这一台狮子啊 这是到哪儿的火车 诶 这列车水排都没有啊 又是一列没有起点和终点的火车 这什么情况啊这是 哇 后面还有一个车头啊 四节车厢就没有了 什么情况啊这是 好 现在来了一列CRH6A 它是从郑州到交座的乘2968次冲击列车 各位 我刚才回看了一下啊 刚才那一列前后双车头的火车 是一列铁路一森 中间的四节车厢是来自四个科室的四个铁路一森 分别是软窝车厢 接触网检测车 电污检测车 轨道检测车 你们刚才仔细看了的话 就会发现第二节车厢的车顶上还有电工和一些其他的设施 但是为什么要用两台车头前拉后推呢 这就不知道了啊 好 我们下期再见 好 谢谢 谢谢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